Just Pod 这次流泪也一如既往的笑得很大声 其实过年回不回家 回家路上都是一个很好的重启自我 自我反思的契机 让我们得以面对真实的自己 逐渐听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把自己理清楚了再回家 一方面不焦虑 一方面是真正的回家了 1月15日至1月31日 打开小红书 搜索归途七日谈 或者陪你聊到家 或者过年不焦虑 就能听到我们的新年特别节目 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成为你的归乡背景音 陪伴大家准备好自己 踏上归途与新的一年从容相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宜兰 我是敏捷 我是阿秋 欢迎来到 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这是我们羊乐的 痊愈了的第一期 感觉底气都不是很足 对 声音各自都有点变化 这是一次早就应该录制的节目 我们年前给大家征集了提问 作为我们粉丝破两万的一个福利 就想说朋友们有什么问题 想向我们提问的 我们在一期节目里面 集中的和大家聊聊 集中的来回答回答 或者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对 但拒绝做人生导师 敏捷恨不得把句话highlight 然后挂在自己的脸上 对对 挂在自己的脸上 花字的表上 因为我们看了些问题 觉得都还挺真诚的 而且挺细节的 而且有些问题 恰好我们还真的可能正在 或者也曾经在 经历过 对经历过 但是我们就觉得 就这些事情就是欠人欠面嘛 就是我们也只能提供一种解答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是 一起来聊一聊 聊一聊 我们会怎么面对这些问题 以及可能的一些方法 但是都不能够作为 大家的人生终极参考 或者告诉你 其实你并不孤单 就是你的问题 大家其实都有 这是真的 就是我们 就是一个美好的线上陪伴吧 对 希望你们是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是正在回家的路上 这要回去过年 今年应该大家都可以回去过年了 然后在这个回去的路上 就听到我们的这期节目 这期互动 我觉得就挺好的 就知道 世界上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也遭受 或者也在受到这些东西的困扰吧 可能自己也会觉得 心里不是那么的孤单 OK我们开始 你这么陡峭的就开始了 我也很懵 突然就对我喊 开始吧 还要试一下 因为我们仨杨康之后呢 状态都不太好 就得慢慢恢复 但一想到要录节目 我们三个人还是 精神是兴奋的 虽然说身体有点不受 没跟上 对 今天本来是制作人 来给我们念一下大家提问 但制作人他还没有康复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三个主播轮流 给大家你有问题 从一来解开始吧 从世界开始 敏捷 因为这个问题呢 有一点长 这个是什么英国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 就是这个朋友是真的把我们当他的好朋友 对 所以呢就把他的故事呢 讲得非常的详细 我们看了也挺感动的些 好 我来给他缩减一下 这个ID叫说好的名字呢 OK 他讲的说好的名字呢 让我想起的是这个 邱介伦 有没有发现 说好的幸福呢 哦 那首歌 那估计是叶惠美以后的歌了 我基本上没听过 邦文山还是邦文山的 来 OK 这个ID啊 说好的名字呢 他大概其实就是说 他舅妈给他介绍了个对象 他跟那个哥们相处挺好 但他妈不是很同意 但他对象也很有意思 他对象就也很理解 他们家不同意的这个想法 而且还鼓励说 要不咱俩没定下来 你也可以再去见见别人 然后呢 他就觉得一方面觉得很奇怪 一方面他又很爱他对象 同时他夹在他对象和他妈中间呢 他又觉得他妈也挺可怜的 就是跟他爸关系也不是很好 反正零零总总的 次数是有八百字 他就觉得很烦 想问问我们 这事怎么办 那整体这个故事呢 大家可以去那条播客下面找找 对 征集问题的那个 和播客下面这个同学写了一个非常长的故事 然后我来大致介绍一下这个朋友 他的那个对象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他的对象比他大五岁 是初中文凭啊 家里有两个姐姐 她是家里最小的 然后这个姑娘呢 她是大学文凭 家里有个弟弟 就可能是在这个学历上面 还是有一些悬殊的 然后家里面可能以这个为主要的原因吧 他妈妈 然后就会比较反对 觉得这个学历的悬殊 对 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感觉有点镜像啊 他说他妈妈 就是属于跟他家里老大 没怎么读过书 他爸是学历比较高 也是家里最小的高中毕业 然后呢 他爸妈可能关系上 处得不是特别好 他妈就觉得 会不会孩子走上自己的老路啊 受到这些煎熬啊 所以本能上就不太 刚拦截 我柔的就像情感电台的中国 对对对 真的啊 非常的好 保持这种风格吧 主要心理比较虚 之前的嗨劲 还没恢复到那个时候 对 出去 没事 走一走都有点 咱们就轮番来情感解答吧 来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听众朋友 多大 当然他现在没法回答我 但是 比较小 嗯 我的感受是就是 不要急于做决定吧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30岁以前都可以 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死 或者限定的那么早 就是我一定要非谁不嫁 或者一定要跟这个谁在哪一年结婚 就是先不要限定死这么的条件 因为人生是有开放多的可能性的 嗯 但是我我也很鼓励你就是现在去赶紧去享受这份感情 如果你觉得你真的很喜欢他 那你就要这个阶段去努力的爱他 努力的拥抱他 努力的去感受他带给你的快乐和价值 也努力的去给予他你的价值和你的存在 我觉得这现在是最重要的 那至于家庭的压力这件事情 我是这样子想的 我鼓励你做出你自己想做的决定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什么 呃 而不要被父母牵着走 因为如果你顺从了父母的决定 你以后无论如何都会后悔的 当然你跟从自己的决定 你可能也会后悔 但是你至少会知道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所以我后悔 我也没有办法怨念我自己 可是如果你跟随了父母或者家人的话 你事后想起来 你会影响你和你父母和家人的关系 你会觉得是当初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影响了你的人生 祸害了你的人生 或者毁掉你的人生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无论如何 我觉得人生的重大决定 都应该由自己来做 选什么专业 去什么城市 找什么样的恋人 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离婚 要不要生孩子 这个决定 决定权永远应该在你自己的手里 这是我对这个听众的建议 对 我跟阿修顿 想法差不多一致 我觉得就是 加一 加一 就是我觉得就有句老话叫做鞋子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这个话虽然说就是很古老 但我觉得是这个挺真理的 就父母的意见其实只是参考 它不能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就像我自己的例子啊 就是我当初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他家里人也反对得很厉害 尤其是他爸爸 甚至都已经就是扬言 就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 但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一个是 我比较矮 我们姐夫2米8 因为我 我1米6出头吧 1米6还算矮 我的天哪 然后我老公1米83 然后他爸爸就觉得 他儿子很高 然后我这个身高 可能对于后代的这个发展 不是很好 这是老年人的一个观点嘛 他就反对得很厉害 另外一个反对的原因是说 可能是因为我原生家庭的关系 因为我的妈妈比较早就去世了 然后他们就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 也算是单亲吧 就是单亲的家庭里面 长大的孩子 会有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对于两个人 长久来看也不好 好 这就是 这是老年人的理由 但是呢 我老公是一个意志比较坚定的 就是他只要一旦做出一个决定 就不会后悔的人 他不太受父母的意见所左右的 所以呢 他就说 即使你要跟我断绝关系的话 那我还是 我认定了我老婆 那我就还是跟他 坚定地走到一起 然后那个 结婚之后 我觉得是 你生活当中会有各种磕磕绊绊 但是呢 走到现在我们俩结婚十年了 个人觉得 虽然有些磕磕绊绊 小吵小闹 但是 看上来也还是蛮幸福的一家人 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小孩 然后他爸爸妈妈到现在 也对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就从开始可能不接纳我 到现在 真的是 就觉得我各种好 很多时候 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 我比他们的儿子 想到老人这方面 想的还更多一些 就更理解他们的一些感受 我会站在有些时候 同仇体概来 帮跟着他们一起来 说他儿子哪里不好 他们就觉得 这个儿媳妇挺好的 总而言之 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 我就觉得就是 还是那句话 就是鞋子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你要想 你跟他在一起 首先你觉得你爱不爱他 你和他有没有共同语言 你们俩的价值观 是不是一致 那普通话又不对了 你们俩的价值观 是不是一致 我觉得这个还是 非常重要的 这个 一个是共同语言 一个是价值观 我就决定了 你们俩能不能相处的 一个基石 比如说他生活当中的 一些短板 我觉得那种生活的细节 比如说 不爱洗澡啊 或者之类的 我不知道啊 就是各种细节 是不是你能接受的 或者是有没有触碰到 你的一些底线 就是你想清楚 一些重要的问题 一些其他那种 生活细节的问题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你想清楚 能够在你的底线之上的问题 你觉得都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觉得 就没有那么多纠结 而且这世界上 真的没有那么多 完美的门当户对 这是我的一点浅见 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信任啊 第一反应就是 我觉得你对象格局挺大的 就是还鼓励你去 认识认识别的可能性 这个其实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 第一比较出动的这个点 但我比较好奇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跟你对象聊一聊 就是为什么他会鼓励你去认识 他之外的可能性的对象 对这一点我是不同看法的 OK 我猜测啊 就是他可能对自己是否有不自信 或者对你们俩的未来有些不自信 可能啊 就你们俩不妨把这个点可以说开 试图找到一下 为什么他会希望你去见一见别的人 他是不是自己有心中别的猜测 或者他有他自己的不安 以及他背后是否这些问题上 你们俩能够一起有信心去解决 举个例子嘛 比如他可能没有信心 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或者他可能觉得 你们家不包容他 这些问题你们俩就直面接真相 能不能解决这是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呢 阿姨就把你当作他的镜像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我觉得我们父母这一代人 感情幸福的基本上不太多 他们除了不幸之外 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可能性的 家庭叙事可参考 所以你跟他去吵 没有啥用 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对 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除去刚才阿秋啊 包括蓝姐讲了很多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对这段感情的把握和坚定的程度 你有信心 你妈才能有信心 对这个信心呢 就取决于你各方面表现出来的 你是否能够处理好你的生活 处理好你的情绪 处理好你的能力 就我也是 我自己也是单亲家庭 就是很多时候我妈很乱 但是她一旦感觉你不乱 比如说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很镇定 或者你能很有信心 她也就不乱了 她也就很镇定下来了 你不能被你家人的情绪带走 那大家就你乱我乱 就成一个恶性循环 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她顺正了 但取决于你自己多成熟 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问题 可能是我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吧 以及跟我妈都是动用 这么多年来的一些感受 都是动用 其实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她对象的这个 鼓励她去认识她人 一定是给她带来了不安的 就是如果我的男朋友 遭遇家庭的反对 然后我的对象 既然跟我说出的话 既然是 你也可以去认识认识别的人的时候 我就会很惊恐 就是我已经很确定你了 结果你不确定我 然后我家人也不让我接受你 那合着这几件事情里 三个不确定因素里 只有我是确定的 我会有一种不安全感 我觉得一个三角形 至少要确定两个角 你才能够把第三个角定上去 你不可能现在三个角里 只确定了自己这个角 当然了我们永远只能确定自己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 就应该像敏捷一样 跟厂哈跟他谈 因为我觉得这个点 其实是有一点严重的 就是它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说 因为无非就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他觉得谁结婚 都差不多就可以了 到的那个线 他都可以 所以是你还是别人 他无所谓 所以他鼓励你认识别人 他也会开放心地去认识别人 第二种情况就是 他对自己没有自信 他要么可能是对你无所谓 要么可能对自己没有自信 我觉得这个原因 一定是要找清楚 对 直面这些真相 我们聊聊 对 这个其实是很 我觉得是会很伤害到 女方的一个点 这可能也是我自己 会很敏锐的一个点 如果对方都不确定的话 我一定会有点生气的 对我来说 还是客观的 直面这些真相 就剃头挑子 不能一头热 对 我觉得挺理解 那个男生的 他可能是觉得 我站在那些女生的角度 就是你家里面 把你的这么厉害 你有纠结 是不是你出去看看 他可能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 是对你好 可是你出去看 就能找到你觉得合适的吗 那时间的期限是多久呢 你万一一直都没有找到 那个人呢 你是要让他继续等呢 还是要分手呢 还是要到怎么样 就是很多的未知 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其实到最后 伤害可能带来的会更大 但爱情就是应该唯一的 就是要有这种冲动 就是那种 就你不行 反正我是这样 即便是后悔了 我觉得这也真的就是 阿俊讲的 我挺认同的 即便我后悔了 但是这是我做出来的选择 另外也要开放心态吧 就是年轻的时候 很容易选错 这很正常 但是不管这个人选择 对不对 都是你的人生的一段经历 不管这个人 你放弃了 还是没有放弃 都是你的人生一段经历 就不要把这个事 想得特别的 好像如果 这是个生死决定 今天做了这个决定 这辈子不能反悔 如果后面选错了 天就塌了 千万不要有这种强法 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一个叫 至暗至明的朋友 他提出来的 他说 想问问三位主播小姐姐 你们会怎么看待 没有爱情的一生呢 现代社会 伤爱很难 似乎也可以很简单 如果一个人的一生 都没有切实的经历 恋爱过程 或许这会是一种遗憾吗 或许也并不是呢 我有点疑惑 爱情在当下 为什么会被鼓吹得那么重要呢 男男女女 情情爱爱的问题 似乎太多了 以上 谢谢姐姐们 他这个是因为 至暗至明日月 至清至书夫妻吗 是因为这句诗吗 不知道 你自己问我 没事 来吧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回解答一下 这个敏捷的这个疑惑 你就是如果一个人 一辈子没有爱情 就没有呗 那还能怎么办呢 他跟没有钱不一样 就是我还能使劲赚钱 他没有爱情 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的错 所以我们就准备好吧 而且爱情 亲情友情都挺重要的 就其实我觉得 关于爱情这一部分 因为大家之所以 那么鼓吹爱情 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情感需求 是一直以来都很需要的 那么当下尤其会被 好像是被抢掉 被鼓吹 我觉得是一个 因为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里面 爱呢 可能是人能够把握的不多的自由 那么人归根结底 还是一个需要情感的动物 所以呢 大家挺需要爱的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觉得心里面有一个人 可以惦记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蛮珍贵的 另一方面呢 就是好像有一些 鼓吹在当下 又显得不是那么纯粹 比如说我们之前 其实讨论过的 就是有些人可能想通过 谈一个恋爱 来走捷径 迅速地实现这种 阶级的跃升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是脱离了爱本身 就变成了一种手段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倒是 我不会 不太会鼓励这一个 对 谈到说 没有爱情 有没有遗憾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遗憾的 就是你少了一种 非常珍贵的这种情感体验 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在想 你已经觉得你心里面 空落落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惦记 可以牵挂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遗憾的 我个人认为啊 但是呢 也没有关系 就是到现在 获得这种精神价值 或者陪伴的方式 其实是很多元的 比如说 有朋友 对吧 你可以和朋友相处 在很多的节目里面 我都可以看到说 有些姑娘说 我不需要谈恋爱 我需要的所有 方方面面的这个需求 都朋友都满足我了 我跟朋友在一起 我非常开心 我觉得你如果找到了这样的朋友 或者知己 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替代一部分 你的这种情感需求 我觉得也可以的 还有你的家人 甚至这些亲密关系 都没有你自己 走出去旅游 你去看大千世界 你去拓展你自己人生的宽度 这个给你带来一些 精神上的满足 我觉得也是OK的 但我总而言之 我的观念是 如果没有爱心的医生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遗憾的 但是真的没有 也没办法 对 也没有办法 就是也不能强求 那你我们找一下 别的方式来惦记 比如书本也可以的 等等 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你确实是 可能在你现阶段 你没有经历 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 所以你是好奇 是到底是要进入它 就有一种 微称的心态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还希望跟你分享 就在我们的角度 我们经历过爱情 所以呢 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的 挺美好的 不管它有结果还是没有结果 因为酸天苦辣 都是人生的一种味道 你不缺了它 就总是要少 少那么一点点的味道 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我对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心情能打一下 我觉得没有爱情的一生 取决于怎么定义爱情 就是如果你觉得一定是 两个人两情相悦 走过一段 算爱情的话 那可能是这样 得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为他人对你的爱 是不可控 对 你就只能放手 但如果你把爱情定义为 只要我喜欢他人 我爱他人 那也是一种爱情的话 你确实可以拥有爱情 因为每个人都会 喜欢上别的人 不管什么性别 不管什么物种 对吧 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就是 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你对另一个人的 毫无保留的付出 毫无保留的希望他好 我曾经跟我们节目 一个嘉宾就是 海云很深入地 聊过这个问题 然后他给过我一个 非常设可的观念 他认为所有的真爱 当我们定义真爱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真爱是 两个人两情相悦 王子公主牵手一声 然后海云跟我说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 真正的爱 从来都是单相思 单相思 自我投射吧 不是自我投射 就是如果你真爱一个人 你可能就是 只有到单相思 或者是单恋的那种程度 你才能够真正的 去爱一个人 如果你渴望那个人 对你有所回报 有所付出的话 那种程度下 你事情就会 走到另一个阶段 你可能就像什么呢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像金月灵队 灵灵那样子 类似 当然这个故事里 有很多传奇的部分 我觉得暂且不必要 但是那样一种 单相的 不计回报的付出 某种程度上 他觉得才是真爱 我觉得也提供了 一种视角吧 就是我们在 追求感情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的是 别人对我们的爱 还是我们想要 享受那种 我爱上了一个人 我愿意为他 奋不顾身的感觉 我觉得 这个是可以去 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 我知道我初中所暗恋 我们隔壁班 一个男孩子 一年多 他没有跟我讲过 一句话 但是我永远关注他 只要他能走过 我们那个教室 我都觉得整个空气 就忽然浪漫了起来 所以那种青春期的 激动是很美好 很美好 而且那一年 就是学习也挺努力的 然后还瘦了挺多的 对 我觉得这也是爱情啊 对 然后而且每次 比如说遇到什么困难 我想到 想到他 我就觉得 好像充满着力量 那其实跟他 屁都不知道 他可能跟我们 因为他是个小混混结果 其实本质上 他是个小混混 他跟我们笑花 也谈恋爱 很甜蜜了 然后结束时 有一次我在空调车 看她和 背着我们笑花 和另外一个姑娘 俩然在那 那个就是 亲亲的我 我觉得三观震塌 然后哭了很久 然后走出了那段爱情 但是 挺好的 挺好的 挺美好的 我说这个 如果刚才爱秀讲到 如果这是爱情的话 如果 我觉得这个体验 也很好 对 这个体验也很好 我觉得很可爱 你没有办法 强求别人爱你 但那段时间 我特别开心 就感觉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人 在关注着一样 或者假想着 一个人在关注 但我觉得我不孤单 而且会是充满着力量 这些东西 现在想想 人生可能也就 一两次会有那种 机会 对 就那种感觉 真的挺好的 人家想起来 我就想起高中的时候 当时是暗恋 我们学校一个学长 我就知道 他大概早上 是几点钟到学校 我就拉着 我的好朋友 去坐那个校车 一定要坐 那一个时间的校车 到了学校的门口 正好他就差不多 等个十几秒 他就来了 就每天 就为爱做的傻事 对 就为爱做傻事 但你是 多年后 你回想起来 你到底在干嘛呀 但是 你想起来 是觉得非常的美好 那个时候 为了一个人 你做一些疯狂的小事 自己很开心 这个想起来 你觉得挺美好的 是你生命当中 真的非常珍贵的一些体验 第二个问题 我想就是 跟蓝姐一起对着 答一下 就是爱情 为什么被鼓成 那么重要吗 蓝姐有抬一刀 我的想法是 因为 现在以前的时候 是没有爱情嘛 故人 是没有爱情的 故人就是婚姻 然后再不就是情妇 欧洲就是情妇 出轨 然后中国就是娜小妾 就会不会文人就喜欢去青楼里寻找爱情 对 那你到了现代社会以后 我觉得爱情之所以那么重要 是因为 在脱离了血缘关系之后 爱情是人类 两个人之间 能够连接起来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爱情是一场磅礴的革命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爱情 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起 承担得起的 就是如果你要为了爱情去付出很多 或者你要为了追求那种 两个人之间灵魂 精神的契合 那种东西 其实是对两个人的要求都非常高的 就是那样的爱情 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以 人们会歌颂这样的爱情 人们也会向往这样的爱情 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的那句话 刘晴在一起节目里说到 爱是最小的 共产主义单元 对吧 就是我觉得内容能力是可遇不可求 但是有那么一刻 你会觉得灵魂被照亮了 可能在一段感情里 也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刻 会让你觉得灵魂被照亮 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 共享了全世界 你们俩在一起 既是彼此又是全世界 但那种感情很稀爽 那种时刻也很稀爽 至于就是 今天为什么 情情爱会不会吹得那么重要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客观的原因 是因为除了感情 我们也不能讲什么 毕竟有些经济学家 他都已经被迫要做情感专家了 对 这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 我觉得很多人谈论爱情 并不是因为爱情真的有那么重要 而是因为可能可谈的话题空间也很小 那么爱情相对来说 看起来就是一个既私密又公共的话题 对吧 每个人都有感情 这是一个原因 就享受那个心动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也挺好的 只要不要付出钱就行了 对 如果在家里有个感情建议 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财务的这个安全 还有你的肾 不要轻易去什么 对我们也不是鼓励大家什么为了一个单相思 就要付出很多钱 我们只是说你可以享受这个情感的流动 对对对 接下来第一part关于亲密关系的问题 我们就差不多回答完了 我们集中挑选了一下 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 接下来是关于家庭的 来阿秋 第二part是关于家庭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聊一聊第一个问题 这个ID叫大随大随的朋友 我这个我觉得ID好特别 然后他的问题是 最近迷茫困惑窝的我 马上就是一个大发问 我想问各位主播如何平衡 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 和承担对父母责任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他明年就要加入考研党大军 想要去远一点的城市 到我是独生女 会担心万一家里需要自己的时候 自己没办法回去 也觉得父母渐渐在老了 想要多多陪陪他们 珍惜这种时光 但是也很向往到不一样的城市 去结识五湖四海的朋友 他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你还挺小的呀 你明年才进入考研党大军 对 我猜你真的很年轻呀 你二十出头的 零零后 对 不知道是男生 那万一人 是工作零半考研的 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对 总归还是二十岁出头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 年轻的时候 你向往诗和远方 我觉得这每个人年轻的时候 都会有的冲动 我来自重庆嘛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的很多同学都留在了重庆 都没有离开 但是我自己呢 就有一个不安分的心 就非常想去上海看一看 因为我对上海的这个想象 从当年的那个 秦深深雨某某里面的那个 那个街景 外白路桥 外白路桥 不是那个桥 就觉得大上海太美好了 你就非常的渴望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我不希望自己过早的就被框在了一个 一个你已经从一眼都望到头的一个世界里面 我就非常渴望去流动 渴望去探索 然后当时我父母也非常支持我 他们从来没有跟我的人生设限 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你就去做吧 那我就勇敢地去迈出了这一步 所以我是觉得年轻的时候 这个渴望流动 渴望探索 都真的是没有错的 大家都说过啊 就是要在流动和探索当中 变成一个更宽广 生命更丰富的人 而不是过早就固化了 这是我觉得 就是你如果有这样的条件 能力 我觉得还是希望你多去看一看 而且你这么年轻 真的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试错 对 那么至于父母的陪伴 我觉得不是说天天在身边就是陪伴 有些人天天跟父母待在一起 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觉得这种陪伴也没有什么 质量 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质量 所以你其实也可以有 别的方式也可以的 就高质量的陪伴 比如说 你就带着父母去旅行 平时的时候 一些日常的问候 我觉得都是可以 就让他们感觉到你心里是有他们的 我觉得这样的陪伴也挺好的呀 我觉得先在你年轻的时候 更多的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就你的内心到底是更希望做什么事情 父母还是有时间的 首先我觉得你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 我们假设啊 就是你是也没有工作 就直接本科毕业就考研之类的 太懂事了 会有点心疼你 第二个就是我的人生 就是怎么选拔人都会后悔 我们 对 第三个就是呢 我拿自己做例子 就是 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我妈妈还在北京 但是我15年 香港回来之后 我就直接来了上海 因为我很喜欢上海这个城市 各方面更适合我发展 而且我挺坚定 我觉得我在上海这几年 变得更好了 而且我也遇到了我自己很爱的人 我们结婚 然后准备明年 可能会帮妈妈接到上海来 跟我们一起住 我就想说 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 你父母 其实也很年轻 因为你准备考研嘛 你父母其实是 暂时不需要你天天陪着他们 他们自己也可以挺好照顾自己的 至少可以尝试着 而且对你来讲 真的太年轻了 我们还是鼓励 也就是说 你就把自己安顿好 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 未来仍然还是一个 持续在学习 持续在完善自己 这么一个阶段里 把自己变成一个 情绪上更稳定 把自己安排 脱脱当当的 你到30多 40多 你到人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你才能处理好 跟父母的关系 我非常同意 刚才就是兰姐讲的一样 并不是天天守着你爸妈 你们就能拥有良好的亲子关系 如果那样的话 可能就天天在一起吵架 大家其实都在成长 父母也仍然在成长 我觉得你父母可能也在40多 50多 他们现在有自己很多大把的时光 可以快活着呢 不需要你先守着他们 不要给自己加这么多的枷锁 真的是还太小了 不用太着急这个事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 从来讲 第一个就是 怎么样平衡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很难平衡 就是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 才20多岁的时候 父母应该相对还健康 而且也可以再出去玩 出去再干点自己的副业 出去发展事业 第二春的时候 你就赶紧抓紧这个窗口 去外面闯荡 如果你已经到了30多岁 40多岁 你父母已经有了比较严重的疾病 需要你在身边 经常陪着去医院啊什么的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侧重点了 但是无论如何 人生是你自己的 对吧 父母只能陪你前半程 所以你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 你只能够根据情况不同 去做不一样的平衡 不可能有一个万能的一个解答 等着你说一定要怎么样 对吧 第二条是我觉得 你要考虑自己的性格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喜欢去外面闯荡的性格的时候 你就不要憋着自己 你还是要去把自己想做的事赶紧做掉 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小城市 安稳生活的人 你也可以陪在父母身边 或者你喜欢跟父母相处 真的是看性格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段时间 比如说你去外面待个一年 对吧 我觉得待一年的试验期还挺好 或者你在父母身边待一年 你试试 你看看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应这种生活 你再来决定说 我后面的三到五年怎么规划 就可能就是边试错边选吧 不要特别早的去把这个事情局限死 还有一点是独女这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独生子女都比较残 但是我不是独生子女 对 但是我想说 也并不代表有虚拟姐妹就会更好 就像我离开了我父母 我自己在上海 然后我妹妹选择那个学校的时候 我跟她讲 哎你往远方去啊 你去外面闯呢 你不要留在武汉 然后我妹妹就说 你已经出去了 我要是再走了 我妈妈就会怨恨的 觉得没有人陪她身边 两个女儿都走了 但事实证明 我妹妹自己也跑了 就是 就算有姐妹 看着是好像可以互相照一父母 但实际上 两个人都会向往远方的时候 她就都跑了 所以你就应该看自己内心的答案 然后不要去想着 被某一件事情束缚得太狠 你努力的去把自己 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嘛 就是就算你选择了 留在父母身边 你也要尽量选一个 能够释放自己的工作生活 也不要就是压抑得太狠 人生都是带着脚靠跳舞 但是带着脚靠我们 尽量的还是能够捕出我人生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 就是还是你的性格和个人的选择 像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大学同学 他就是特别的恋家 他每个星期他都要回家 陪着他爸爸妈妈 所以说呢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留在了重庆 我们把时间拉长 放到十年之后来看 他这个留在当地 和父母在一起的生活 和我这种漂泊的异乡的人 哪一个过得更幸福 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过得不错 所以就还是你个人的选择 你是享受在父母身边的 陪伴的这种生活 安稳的生活 还是说你还是有颗不安分的心 想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 就你要选择 不要做出让你自己后悔的决定 我也觉得就是 没有一个方式 能够让你把一次性 把人生所有难题解决 大家都是在每个阶段 在找每个阶段的最优解 对 是的 就是可能你在这个阶段 觉得去外面闯荡很重要 那你就去吧 对 可能你到35岁以后 你又会觉得 在父母身边很重要 你想回去 那你就回去啊 就我不觉得就是因为 你担心35岁会后悔 所以你就现在应该把自己 局限在老家 这完全是凑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拥有不同的选择 和不同阶段 才是人生的魅力吧 对 重要的是你可以选择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蛮 对 非常有共鸣 就是你们毕业的时候 有过纠结吗 我不是毕业纠结的 我是大概在老家工作了两年 实在受不了了 哦对 你还在老家生活过 对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破棱 所以说你看谁是谁出了武汉 最后还是回去了 谁是谁出了武汉回去了 还是混得不好 你去又有什么意义 你能改变什么的 这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甚至还有一个35岁 去深圳闯盗的35岁 又回来的人 还说自己特别厉害 然后还出了书 那个时候还是我的领导 说你出去又怎么样呢 龙子你也要飞出去了 最后还是会回到龙子的 到我现在来看 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是废话 对 小马过很 我出去了以后 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我经历过以后 我就算回到了龙子 我也不再是从前的我 对 对 就是风口被吹出来的猪 它和没有被吹起来的猪 还是不一样 对 OK 我们来下一个 下一个是我是吧 对 叫批宠 批宠 好的给 这是个傻意思 不太懂 怎么改善自身的心理变化 在别人泼冷水和嘲笑 夸号 尤其是家庭的时候 这句话其实 当时在解体的时候 我还给理解错了 我以为是别人嘲笑你的家庭 但其实后来 阿秋跟我聊完之后 我才理解 他其实家庭内部去嘲笑你 泼你的冷水啊 那怎么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批宠说 我目前只能自我开解 但是效果不大 而且会被影响 导致非常郁闷 也处理不好家庭关系 我开始抗拒恋爱 甚至抗拒组建家庭 因为我怕我以后 对自己的家庭也是这样 就是你怕你成为 现在这个家庭 对自己的孩子进行PUA 我说实话 我从小也被家庭吵架 就是因为我 我小时候 也有很多很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也很格格不入 就是跟周围 不管是跟我的亲戚朋友家庭 都格格不入 我从小太爱看书了 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是装的 就有书就有看 看到一本书 我就到别人家里 第一件事 我就是捧着人家的书 看的爱不失手 然后长大以后 我也想去远方的时候 也被嘲笑过 就是觉得 你就安稳地 在嫁老家本地 考公园不好吗 我们也是个二线城市 对吧 你就安稳稳 在电视台 就过完一辈子不好吗 你拿了个编制 你跟你那同事一起 对 其实我遭遇了很多冷眼 然后那个时候 支持我的人 可能都是一两个朋友 会去跟我讲说 要走就趁早 25岁以前 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以后就很难做了 我后来还是 就是想着 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就 就唰的一下 就冲出去了 冲出去以后 我就发现 啊 好爽啊 再也没有人嘲笑我 这是 我说实话 你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所以你没有办法改变 嘲笑你的人 那你只能跟 嘲笑你的人保持距离 比如你不要跟他们 住在一起 不要天天见他们 然后你去花时间 更多的时间 留给自己 留给鼓励你的人 留给愿意支持你的人 你跟他们多相处 然后去做你自己 想做的事情 然后那些嘲笑你的人 不管是亲戚朋友 还是父母 还是什么 在经过了你 把自己的事情 做出来以后 他们反过来 会去反思的 就我也经历了 这样一个过程 我父母现在看 我也会稍微的支持一点 会觉得 啊原来你想出去 其实是有你的道理的 虽然他们可能 也不会那么支持了 你因为人是不会改变的 尤其是父母40岁以后 基本上就是相关已经成型 不大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变 那你知道它不会改变的时候 我的方式就是绕着他们走 也不跟他们讨论这些事 你就跟支持你的人 愿意支持你的人 多结交朋友 多在一起 多成为你 形成你自己心的 价值共同体的同盟 就像我们三个人做播客 我们就是三个人互相支持 所以我们决定一起来做 我们就会越做越好 因为我们互相鼓励 你就不要老跟那些打压你 或者嘲笑你的人在一起 会不理解 离他们远一点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看法了 你真的只能远离他们 也许若干你之后 他们也会改变 也会欣赏你 但那可能就是需要时间来证明 对 刚才我说 我就解题的时候 还理解成别人会嘲笑你的家庭 我觉得这挺逗的 我还幼稚到家了 我觉得你可以骂回去 但是后来发现我解题错了 但我觉得家里人 你仍然可以骂回去 可以让自己爽一点 对对对 是 可以 你可以反抗的 对 第二个我其实也分享一个 我也忘了我小时候在哪翻杂志 采访一个名模 我忘了我为什么会对那篇文章印象深刻 但有一句话 我一直记到心里就二多年了 他那个名模分享 他爸爸跟他讲的 他说我希望你的人生像一个前进中的一个骏马 但是你是戴着那种头套的 那个头套只会让你望向前方 你不会被周围其他的马 豹子什么的干扰 你就往前冲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会记住这句话 但我一直也用它来鼓励自己 就是不要被周围那些信号和噪音 就不要被噪音所困扰住 被别人的赞美所批评 或者批评或者挖苦 你就往前冲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成为的人 这就好了 第三个就是我自己是 我妈妈也重组了家庭 我倒没有说被人嘲笑过 但是我会陷入另外一个困境 或者说叙事 就是自己一度会希望自己可以争计 或者做成一个特别牛的人 或成为一个所谓的优秀的成功的人 让我自己的负身后悔 或者让我继父的家庭能够高看我一眼 我会陷入这种困境 这是另外一个困境 但后来我现在也想跟你分享 就是说 努力地往外走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方面动感一点 就是也不要让自己进入一个苦大仇深的 这种爽闻的一个叙事 我最近自己的看完书叫法剧经 其实讲的是佛学上的一些 自我沉淀的理论 里面有一句话跟你分享一下 他说 若起精进心 是忘非精进 若能心不忘 精进无有牙 他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刻意地去做一些 证明自己的事情 其实这是忘心 但并不是真正的一个 往前进的一个真正的方向 就是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分析领悟 驾驭自己这种内心 这样你的人生才会更笃定吧 或者说才能真正地去把自己的人生 往一个良性循环的方向去走 所以多去关照自己 多去问问自己想做什么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被这些噪音所干扰住 而且讲到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恋爱组建家庭 把自己这方面调整好之后 再次组建家庭 我觉得不着急 咱们不着急太早结婚或生孩子 把自己调整好 这样再去进入另外一个家庭 因为那有进入婚姻之后 有更复杂的问题需要你解决 所以我们不用太着急 美杰特别像她大姨 我听下来就是散不着急 就循循善优的姐姐知道吧 特好 要我听到 好的好的好的 特别的温暖 对对 真的 其实我不太知道你具体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我也只能说提供一些大致的想法 就我觉得你自我开启也是挺好的 就是重点是真的相信你自己的说法 就是你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足 跟这种不完美的自己来相处 当你自己的内心相信你自己的说法 并且对你自己有一种笃定的话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会迎刃而解 好 蓝姐那既然你说这么少 你就念下一个 下一个 两个合并的 下一个问题可多了 可少了 两个话题 我们可以合并了 进行同类相合并 下面一个问题是朋友 我觉得其实对于 朋友啊 朋友 你最近很嗨 好来 这个朋友叫孝安 她说 姐姐们好 最近才开始听这个播客 很喜欢你们聊天的氛围 谢谢啊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带来的快乐和观点 我最近确实也有一个很找不到头绪的事情 就是我想扩大我的社交圈子 但找不到方向 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因为各种原因 比较抗拒社交 而且还有一些受恐 直到快毕业了 才重新开始去尝试多认识一些人 多交一些朋友 目前已经毕业一年了 目前从事的工作特点是 加班的次数比较多 且能给予我的休假时间比较少 所以呢 我也不太有时间去接触一些公司以外的圈子 我具体还需要持续这个生活状态一年左右 但是呢 我又并不想等到脱离这个状态之后 再去认识新的朋友 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工作生活中 我感受到我和公司同事之间的观念不同 是比较难以成为朋友的 但是呢 脱离开公司的范围 我就开始困惑 我应该如何去认识更多的人 扩大社交圈子 我觉得这个情况好像挺无解的 所以呢 就想希望姐姐们能分享一些 关于你们平时是如何去认识新朋友的 或者是如何去扩大社交圈子的 这是孝安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关于朋友的 所以我们把它合并了一下 这位朋友叫田田洪子 他说 想问问主播如何看待友谊 认为什么样的友谊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我现在即将毕业 但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而且呢 觉得毕业之后身边为数不多的朋友 也会因为城市不同 境况不同而走散 但是现在大家似乎都不愿意走入亲密关系 与此同时呢 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也在减少 大家都结成了自己的小圈子 三个人的友谊 总有一个人会被冷落 真的吗 没有吧 没有啊 我们下面挺好的 因此呢 在如此不确定性下 如何结交新的朋友成为了我的苦恼 对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 要结交朋友越来越困难 怎么样去结交新的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是有意义的 好 首先我们在更年轻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讲 总是说你要去拓展你的人脉 但后来发觉这是个大误区 总觉得人脉等于事业 但其实对于我来讲 后来发觉只有你有了事业 你才有人脉 就不要把这个东西搞那个搞反了 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是通过社会实践 通过工作 通过一起做件事情 来结交更多朋友的 而且我跟我公司同事 关系都挺好的 我都快成我私的海王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可爱 就是那种 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不要搞内卷 这种吸引力法则是很美妙的 对于我来讲就是这样 而且成为你就是 友谊是否是真诚的一种事情时 就大家一定要通过一个个的事 敢于闹掰 敢于争吵 这事这个友谊才靠谱 我跟阿秋经常吵架 就是从微信吵到腾讯会议 这种东西让你 只有我们彼此有这种安全感 我们才会吵 我如果不敢跟你吵架 那说明我并不把你的感情 当做一个真正的感情 那大家装表面的和平谁不会 对所以对于我来讲 工作啊 工作上的争吵啊 其实都成为我找到好朋友的方式 我因为整个读书的期间 不断地转学 就我初中高中 到大学到研究生 我都没有拍过毕业照 人生真的是不断流动的 你会觉得现在的朋友 肯定是你一辈子的朋友 那真的五年 三年之后你会发觉 你之前那些朋友 可能就在某一瞬间 你们就走散了 越走越远 没有办法事情 你的人还很长 不要觉得什么事情 一定是你人生的唯一 有情爱情 就这样 然后我也和一些 之前和创业的一些姐妹 没有通过真正的试经史 没有通过真正的考验 我们还就是彻底掰掉 但是我觉得 当时有些痛苦 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但后来发觉也挺好的 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考验 没有在一些关键事情上 发觉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发觉我们其实对于 很多事情的考验不一样 我们当时很痛苦地掰掉了 这挺好的 后来现在想想 无比正确 就是很痛苦 但是很值得 我觉得因此 一点不敢地后悔 所以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受吧 通过工作来找到朋友 志同道合的人 就会成为你的朋友 然后我是建议 如果想做结交朋友的话 自己要首先成为那个心态更开放的人 就是如果你觉得 谁特别对你的胃口 第一面吃饭 你就对他好一点 你多约他出来吃吃饭 给他送点小礼物 接下来 我好问候 你看这新冠那么严重 你多问候问候 你又没有得啊 又缺不缺药啊 对吧 你就主动一点 就是如果你真想结交朋友 你就主动一点 你不可能等着别人 主动来结交你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在这种主动 放开心态 多去对大家好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心情也会变好 同时你通过这种筛选 你会找到你的朋友 如果有人也愿意主动回馈你 那你们一来二去 不就成为朋友了吗 然后这种东西呢 同样实力谈恋爱 对 就是你要自己放开心态 另外一块是 我听到这个 第一个朋友 他说他的那个工作也很忙 然后没有什么时间休假 那我就建议你上网找朋友 就是很正常 就是因为我就是在网上找朋友的人 我之前从武汉来上海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在上海是没有朋友的理论上 我在上海没有任何朋友 任何亲人 但是这个事情上有互联网呀 对我以前通过追星再认识了很多朋友 他们在上海发展 于是我来上海前就积极地与他们联络 然后来上海以后积极地请他们吃饭 希望他们在上海为我提供一些精神的抚慰和互相的帮助 对这是我的一个方式 第二个就是什么 我认为你可以利用所有的途径去交朋友 比如说我打游戏会结交朋友 你如果说现在什么玩玩手游啊什么的 你其实很容易结交朋友的 你什么组队玩游戏 然后一来二去大家就成为了好朋友 因为你不是没有时间嘛 那你就只能卸上方式 比如你刷微博 我以前刷微博就是 有一个陌生人在我下面留言和我讨论原事物 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为了朋友 然后他其实远在福州 我们三四年见一次面 但是我们依然是精神上很契合的朋友 我们就是有时候会互相问候一下 就是在网上发微博 发着发着 或者看你别人留言很好玩 我去留个眼一来二去 大家就成为了朋友 对我那时候在网上还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是的我就建议说 如果你觉得就是线下没有大块的时间 你就线上去多 有些零散的时间的时候 就多跟人主动聊聊天什么的 对吧 你也会遇到一些朋友 然后就不要太局限这个事情 然后线下能多去吃饭 结交结交也挺好的 就是一些陌生人 有陌生饭局也可以去 万一就是对吧 就认识了 然后另外一块是 我觉得三个人的有一圈 当然是最稳固的有一圈 因为两个人之间总是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那个时候 对我妈吵架的时候 蓝姐姐会在里面冻冻水 对就是需要一个润滑剂对不对 就是所以我认为 反而三个人的友谊 是一个换一个方式去思考的 特别稳固 其实我认识 对对 就在本里有两个选择多好呀 又不是恋人 你是这样想的 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下期是经常 都会有谁 又有情绪 就抛 就扔出来 就不高兴了 或者就发脾气了 或者两个人就杠上了 另外一个人就会出来 哎呀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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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反而是有可能 两个人之间 你有些东西把 那个吵架的那个点 正风向对的时候 你两个人都互相拉不下面子 但另外有一个人 正好跟你拽出来之后 你这个情绪 其实很快就释放掉了 其实我觉得三个人的友谊 非常的固定 但是因为我三个都有独立的人格 不要太有占有欲 是个真正的 对 然后还有一点 有占有欲的呀 那谁 上次谁说的那个 你们还没有占有欲 你们这种就是 谁送了个礼物 另一个人就说 怎么我没有啊 对呀 谁困了 另一个人在跳船说 怎么不夸夸我呀 对呀 对对 是的 那感觉就是为了 显示自己很在乎你 而装出来的吧 没有 我觉得挺好玩的 很可爱 对呀 就很可爱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什么样的友谊是有意义的 就我觉得什么样的友谊都有意义 因为我也交错过朋友 就是我原来也有认识朋友 他误会我很深 然后我就掏心掏肺几年 然后最后人家就说我不行 然后把我淘汰了 说我人家有问题 就是在三个人的友谊里 把我开除了 但事隔多年 你这边就会费了 我说哎呀 当初是看错你了 我非爱 那个人才是真的人骗我 他说了好多你的话 什么 我会想说 无所谓都过去了 其实我就觉得 什么样的友谊都是有意义的 包括交错的朋友 包括闹掰的朋友 都是有意义的 因为不可能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呀 对吧 就一定会交错朋友 包括我也有跟亲人羡谊闹掰过 那个时候 就很羞耻的事 我很喜欢郭敬明 然后他觉得郭敬明是垃圾 然后我们俩吵了一下 然后我们俩就拉黑 彼此三年 就是这样 三年以后有一天 路遇到了 觉得好像那个时候 好像有点傻逼 郭敬明是挺傻逼的 我们就两个人就和好了 就是对吧 什么样的友谊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不要舍险 就是只要能交到朋友 对内心都是一种释放 好 蓝姐 蓝姐 我这跟阿修看法有点不一样 就像之前阿修说 他觉得我是射牛 因为就是经常会有很多朋友的那种大party啊 什么的 可能都是我在那里 就把他们俩拉进局啊 或者怎样参加 就他们就觉得我有很多朋友 但是我就说 可能我对于朋友的这种设定啊 不太一样 我不是觉得好像平时吃吃喝喝 就是好像能够开开玩笑的这叫朋友 我觉得是能够交心的人才是朋友 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数过来的朋友 没有超过十个手指头 我们属于属了 在里头吗 肯定在的 我们俩是一个 他俩绝对在的 我们俩在一个名额 好的 就是 什么意思 他剩下的朋友听这个播放 一开始数 那我在里头吗 没有就是 比如说有些时候在一些大的party里面 我可能碰巧就认识了 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 那他们俩 你看看看 已经开始了 三个了 已经三个名额 先听我讲完 就是等待他们 好凡人 就碰巧是一些 他们是真正的射女 可能他们就带着我认识了全世界 就我不需要认识全世界的人 我认识他们俩 他们就带我认识全世界了 对 这是我觉得 不用交那么多朋友的 你 你就听了 人家就会很嫉妒啊 这种朋友也接受我一个 对 你看我认识阿秋 阿秋就带我认识了他的全世界 我认识了敏捷 他就带我认识了全世界 直接路过了 对 然后但是呢 我又可以躲在他们俩的后面 怎么说呢 就是我不用去承担 每天去跟他的那全世界去 社交的这种压力 我就躲在他们后面就可以了 当然有一个必要的大party的时候 我会是湿湿的出现 大多数时候我就躲在他们 就是我的朋友的后面就可以了 我就不需要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觉得吃吃喝喝 是朋友吗 他肯定也是朋友的 朋友和知己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像我的这十个手指投资人的朋友 有一些是就是真的很多年了 从大学高中就出来十几年的朋友 有些人你可能一年也不太会去联系的那么紧 就每天我们要发信息会怎么样 可是你见面你依然会毫无隔阂的 分享你生活的一切 或者在你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之前我家买房缺了一笔钱 我真的就想也没有想 就给这十个手指投资朋友发信息 说我给他们要借钱 一人借了十万 对一人就借我钱 然后不问归期 我觉得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的终身朋友 就是肤浅地拿这种钱的事情来衡量 我会这样的 这是一个我对于友谊的一个看法 吃吃喝喝的朋友需要的 交信的朋友需要的 但确实现在就是好像大家的社交圈是越来越固化 很难没有时间去拓展自己的这个文化圈层里面的另外一种身份 我就看到过梁永安教授 他当时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刻的 他觉得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价值不足 就可能大家都很单一的一些爱好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去交朋友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能够创造空间发展自己的爱好 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交朋友 比如说我就拿我们仨来举例子 就是我们各自都还是挺忙的 但是播客帮我们连接在了一起 你会有因为一个共同的热爱的事情 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话题来聊 就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吐槽 也可以去碰到一个什么人 我们也可以去共同去骂他 然后同时又有个选题 在这个互动当中 这个友谊其实就更加的深刻稳固牢固 对对对 比如说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爱好 比如说你们喜欢去看话剧 你们可以去看脱口秀 你们可以对阿凡达或者对任何的电影有吐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会加入 比如扫码就进入了某个群里面 在这个群里面 在这个脱口秀的群里面 你可能就会认识一些朋友 那你们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通过这个共同的话题的这个交互 发展出来一段友谊 这就可以在你的社交圈层以外 来找到一些 就是在你的基于爱好 来形成一段友谊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我还有一点 我觉得其实我们仨性格挺不一样 而且看很多事情 其实角度也不一样 但并不妨碍我们仨成为好朋友 最重要就是我们三个能够互相鼓励 而且永远去认为 没问题 你加油 只要你努力就可以 并不一定要追寻 在所谓很多事情上的高度统一 和高度互相的复合 一定要都喜欢粉红色 都不喜欢黑色 这种也太小朋友了 我们真的是很真诚的人 就是有情绪从来不藏着椰子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即便我年纪一大把了 但是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甩脸子 给他们俩看 然后他们其实很懂我的 知道我这个时候 我就是不高兴的 就是我们这一年 折磨了兰姐很多 它是那种事情 如果发生一些变化 它就会非常急促不安 但因为这一年 我跟爱球经常会有一些 发生各种变动 就让事情发生变动 我就感觉 它现在状况不一样的 以前就是 啊 着急了可烦了 就是可暴躁了 现在就是 行 好吧 我去冷静一下 对 我也在成长 就是互相折磨 对 互相折磨 然后其实是互相成长 真的 就是希望你能够 就是找到一些方式吧 找到一些爱好 对 人无屁不可与之身交嘛 爱好就是最重要的 对 对 当然你不用勉强自己 因为其实社交 是很花时间和精力和成本的 当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可不用 对 不要勉强自己说 我就是一定要交朋友 我没有朋友 我就怎么怎么着了 没有这样 不要有这样的顾虑 对 你就认识 你就因为一个爱好 认识一个朋友 通过他认识全世界 然后这样 就是也很省力 然后同时你很开心 就是放过自己 不要找一个 圣牛的朋友 然后让他来承担 这个社交压力 不要那么 现在这个里面 好像自怨自已 没有关系 你想交朋友的时候 就发展一些爱好 对 不想交朋友的时候 你跟自己相处一下 也没有关系 下面一个问题 是关于年龄的 来 好 这个叫爱低为吃的的朋友 说三位主播 你们好 我是从节目刚开播 就关注你们了 我好像知道这是什么 但我不说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马上就要过30岁生日了 有期待的开心 也有些焦虑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 祝你生日快乐 恭喜你30岁 然后开心的是 觉得30岁这个年龄 都要开始了 焦虑的是 觉得即使快要30岁了 自己还有很多事 没有完成 比如台端有趣的恋爱 比如面对父母不常 但是还是会催婚的问题 比如工作上的晋升 很想知道 三位主播在自己 三岁生日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也会像我这样 期待一个焦虑嘛 第二个问题也很像 但是跟她的这个 面相就很相反 这个人问的是 安比安比 这个叫安比的一个 爱丁的朋友 她说年孕三十 作为一个无所作为的庸人 如何走好 必然将至的 巅峰过后的漫长下坡路 这一下坡的性质是什么 是生理技能下滑 引发的系列问题吗 就是关于年龄焦虑 我回想了一下 我好像真的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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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解说我没有焦虑 这题我不答了 可以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年龄焦虑最大的人 可能是那种美女 我觉得美女一般会有年龄焦虑 就是美人耻目 我觉得我一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长相平平的女孩 所以好像没有这个年龄的焦虑 我觉得变老 或者说年龄增长是必然的 不可逆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去为一个不可逆的事情去焦虑 好像就是起不了多少作用 然后在我看来 谈一个有趣的恋爱 工作晋升等等 这些都可以在30岁之后继续做 并不是说你到了这个30岁了 好像就是一个什么大线了 就必须要完成什么事情 就这条线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你自己给自己划的 个人感觉年龄焦虑 这个在我这里不是太大的问题 活在当下 就你自己去制定一个计划 给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些确定性 然后全力以赴 我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五年计划 或五年计划也没有 那我就做一个一年计划也可以的 那你制定了这个计划 那么就去全力以赴 如果说全力以赴了 没有完成 那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所以我觉得焦虑是最没有必要 出现的情绪 那你30岁的时候在干嘛呢 做记者 一直像稳固的一种 职业道路 对 对不可能30岁的时候 我的一年有很多的时间都在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那很幸福呀 飞来飞去 就是全世界的飞来飞去 好幸福啊 真的 好幸福啊 太烦了 对 就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可能工作的原因吧 就一直在飞来飞去 得以接触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面貌的人 我觉得这个时候让我去年龄的焦虑 或者什么的焦虑 在我这里就被冲淡了 因为太忙了 对很忙 因为你可能一个月 你有半个月的时间 你都不在家 见这些不同的人 当你在跟这些不同的面貌的人交谈的时候 当你去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同面向的 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的时候 你的 你真的 你人就变得宽广了 不会去局限在说 我去思考 我在为你年龄焦虑 我只会嫌时间不够用 我很想问你就是 30岁以后 你觉得是漫长的下坡路吗 就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 肯定不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条水平线 因为我的职业转换并没有 切换并没有太多 我一直在做媒体人 所以可能对我来讲 我的人生就是一条水平线 偶尔有一些小波动 可能一个按部就班的人生 就是在那个年龄 工作 结婚 有小孩 就是一条水平线 偶尔有波动 而且我觉得 就是大部分都是人 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 的人生都是平庸的 好像金字塔尖真的占不了 那么多的人 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呢 而且平庸我觉得不一定意味着失败 其实那种金字塔尖的人 他的人生不像你看上去那么风光的 因为我们之前跟像彤彤姐啊 我们都聊过很多的那些曾经金字塔尖的人 你看上去他不可一世 那么风光 什么都不缺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大厦 轰然倒塌的时候 里面真的是泥沙巨峡 就是你反而是一段波澜不惊的人生 好像会带来更多的小确幸 我个人的感觉 30岁应该是个 好年轻啊 现在怎么觉得 首先 对 这位叫吃的朋友啊 我大概认识 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自我要求可能也比较高 就是30岁危机 35岁危机 就是是被社会规训出来的吧 可能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公务员35岁不让考了 社会上总有一种35岁危机这种说法 好像你过35人生瞬间打折一样 就这种东西 你想30岁和31岁有什么区别 和29岁的第311天也有什么不同 就是人生每一天其实都挺独一无二的 就是还是要过好每一天 是我觉得眼下最看重的这个问题啊 第二个就是 庸人这个词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是就像现在好像 一个就像大家老百姓啊 正常上班下班 然后就成了躺平了 我就觉得这种很可恶 然后这种贴标签也很恶心啊 我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怎么 就成了一个庸人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要看淡一点 就是所谓的标准吧 然后不要去过什么小某书 或者什么完全被塑造出来 社交网站上的人设吧 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人中 逢我们好好的过日子 这就是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 但是我们做好自己的英雄 我觉得是个特别牛的事 再说到年龄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觉得 你30岁有焦虑吗 我来采访一下 我觉得也不能说没有 但我现在显然已经想开了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科学家其实要到50多岁 才能尤其是当代的科学家 因为前人 你比如说爱因斯坦之类的 大概的你所有的理论 或者大概的科学 已经发现差不多了 那现在的科学家要到50多岁 可能才能真正的 不论是平院士还是拿多别而讲 真的人要到50多岁 才能真正的做一番事业 不是像古人一样 30岁就能立住什么之类的 不是 32岁也不是那意思 对 所以说 我们把那个 整个的时间线拉长一点 就前两年还看一个新闻 说一个农村的一个老师 就是他40岁开始学编程 然后带着孩子们 然后用编程改变人生 那人孔子说的也是50才值天 人家到70才能从心而不所欲计 是 对不对 所以不要没事给自己设 什么30岁就要怎样 35岁一样 这东西真的没有任何必要 大家被媒体叙事出来了 一种焦虑感 人生的太长 太长可以慢慢 人生不是百米冲刺 一定是一个马拉松 然后我永远就记得 我那一年跟我老公去农村 去看他大姑 离着我搂远后远后远后远的 看见一个老太太 巴尔多了在那插秧 特别的勤劳 特别能干 我说80岁 他还在那插秧 我妈还这一反应就是 咋地你还80岁还让我插秧 我觉得人生真的 我们给自己设定了太多的框框了 游戏我不知道是不是东亚的问题 八岁就三十岁要干这 四十岁要干那 我们让自己free 放过自己 放过别人 不要给自己摄入这么多的框框架架了 开心一点 我三十岁的时候是还蛮开心的 我和兰姐那个状态有点像 应该是在我人生 事业最开心的一年 两三年里 然后那时候 我每天可能就沉迷于努力工作 奋斗工作 然后每天出去认识不一样的人 每天去认认真真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每天去在跟不同的人 不同灵人的交流中 去拓展自己的知识圈 我觉得那是我最快乐的时间 就是也会让我现在都会毁为无穷 让我觉得人生 你就要努力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 你有可能是四十岁 才会遇到事业的这样一个高分期 也有可能二十岁你就遇到 就这个可依不可求 所以我觉得到三十岁这个点 以及三十五岁这个节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期 我最近有听刘青老师聊到一个 他说他觉得社会的中国 尤其是这三十到四十年 改方四十年的这种高速发展 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 就是我当我车远了 就是我们花十年二十年 走完了欧美几百年 过业革命的道路 那是比我们带来的时代红利也是巨大的 你会看到很多人 很多同龄人 甚至比你稍微长几岁的 八零后七零后 他们吃到了时代红利 他们可能一飞冲天 他们可能三人岁功成名就 对吧 你像我们最近都吃旺小飞的瓜 其实他很是个loser 可是 他怎的 对 他现在像个loser一样 对不对 你想他现在做那个什么 新的餐饮也没有像当年的翘江南 翘江南当年多么风光 是那个奥运会的唯一的餐饮提供方 然后他又会法语 然后他看起来就是精神四少 就是你可以看到人在那个 时代的红利之中的时候 他看起来是意气风发 他看起来是多么的功成名就 然后他三十出头就做到了 足此高的地位 你觉得他是一个多么牛的人 然后等到时代的浪潮一退潮之后 好像每个人都在挪泳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想清楚 就是所谓的三十岁这个事情 其实跟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你能不能在三十岁做出什么 往往不是你能决定的 往往就是这个 你有没有赶上这个时代 也有可能你四十岁赶上 也有可能你二十岁赶上 还有更可能是你就赶不上 那古人多少人一辈子就 不就封建社会平平庸庸 一辈子不就是种田种地 家老婆娶孩子生孩子 你去我吗 家老婆娶孩子开心 说错了 其实这个地球上漫长的这么一生里 绝大部分人的人生 都没有遇到过时代的巅峰 我们算是比较幸运地赶上了 人类与历史发展的一个 非常巅峰的高速时期 所以我们得意看到有些人 能够一飞冲天 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巅峰好像在消退 然后我就没赶上 就好像以为就我就不行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就是肯定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庸的 所以就俗套的话 就是个人的奋斗与历史的精神 我们两个方面都要把握 两个方面也要看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看他说 无所谓的庸人如何走好巅峰后的漫长下坡路 这个下坡的性质 是不是由于生理技能下滑引发的 我觉得啊 三岁以后一定不是巅峰和下坡路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晚年成名 大气晚长 对 对 这很多呀 就像那个写秋元的那个老奶奶 八十多岁才开始写这个小说 对 写出来也很好呀 对 我们知道有很多晚成的人 就是肯定是不要涉献这件事情 也不是下坡路 我认为就是贫路或者说人生起起伏伏的 五十岁你可能还会遇到更可怕的事情的 对不对 我不是吓唬你 第三个 生理技能引发的嘛 我认为一部分是生理 但也不一定完全是生理 因为说实话 如果三十岁以后还在靠生理的这种 优势的话 激情吃饭的话 对 那说明你这个人在精力和脑力上 其实反而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你应该趁二十多岁 把精力什么的都 生理的优势都发挥掉 三十岁以后就应该发挥 你在前面十年所积累的东西 去创造新的一个事业的典峰了 我们的生理肯定比不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然后也不要相信社会上鼓吹的那些媚亲的话 因为我觉得社会之所以鼓吹媚亲的话 本质上我觉得很多岗位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脑子 只需要年轻人的体力去拼 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所谓的那种高兴的工作 很多时候其实是在拿年轻人的体力换钱 不是在拿年轻人的脑力换钱 而真正值钱的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脑力的活 他可能就干不了这么去拼体力的事了 这是一个需求的一个gap 但不是真的代表你没有价值 这是一个市场需求的问题 就是对吧 就说明社会上其实大部分工作是在拼体力 而不是真的在拼脑力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看法 OK 下一个我们进入了一个女性身份这个话题 OK 两个故事我们都来介绍 第一个是ID叫一口心 能喝三杯奶茶鹿 少喝点奶茶吧 我还跟他留言了说 哇一口心能喝三杯 我真的一口心喝两杯 已经要吐了 咖啡因抽不要糖抽不要啊 好三位姐姐好 我觉得人生影响最多的啊 就是身材和样貌焦虑 我有时候会非常有自信 感觉自己很美好 有时候觉得自己很难看 很胖 非常抑郁 所以我有的时候情绪起伏非常大 感觉有这种焦虑在撕扯我 明明知道身材和样貌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发现 但同时我也被不必焦虑和焦虑的感觉相互拉扯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不只是关于身材和容貌焦虑 还有自信和情绪稳定的方面 好期待听听大家的想法 好的 还有个是爱在西元前后这位朋友 听见周杰伦的粉丝 对 想问问三位有没有过很迷茫 有点抵触这个世界 自我认同感比较低的年龄段 又或在什么年龄段有那种柳暗化面又一村 内心变得坚定的感觉 夸号如果有的话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 或者有具体的心态吗 意识的改变让你们度过了这种 第一个阶段慢慢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从自我感觉比较差 到自我感觉比较坚定 这个有没有什么事 OK 叛叛爱吃鱼 OK 想问三位主播 从哪一刻真正开始拥抱自己的女性身份的 OK 这三个问题都是关于自我认知的 关于自我认知的这个部分 就我自己的话 我其实是经历过一段相当自卑的阶段 我从就是小地方来 然后身高也不够高 我就一米六很高了 然后长相也非常的普通 就是内心也说不清楚的这种不自信 就非常不自信 就这种自卑感可能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 因为这样的这种关系 就是这种自卑 然后就体现在方方面面 你都不太自信 但是你又拼命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去武装自己 就拼命地想证明自己 我很好 我很优秀 印象很深 但当时那个上学期间确实不太高 在白上不算高的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拼命去买那种松高鞋 那其实就很丑嘛 现在看来是真的很丑 就觉得 哇你穿上这个松高鞋之后 我就变成了一米八的那个巨人 没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鞋的 后来就是真的长大了 就觉得还是跟走出去有非常大的关系 当你把你自己的人生打开了之后呢 看到东西越多了以后 你就觉得那些困扰你的那种东西 真的就很渺小 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我第一次去那个美国 走到大街上 我看到那些姑娘啊 真的就是 size很大 size非常大 但是她就是透着那种自信 自信 笑声比我们还大 就是 你就你就会觉得 我就算是矮位 不会这么 也不是矮到哪里去啊 就真的你把你自己打开了之后 你见的东西多了 你见的人多了 你见的世界大了 你就慢慢的 你就那个自信就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就把那个松高鞋脱掉了 我到现在我又不穿高跟鞋 我都穿的是平底鞋 所以我跟他们俩走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高的 但是呢 我没有那个自卑了 那个自卑就慢慢的消解了 你具体到一个什么 非常明确的一个时间线 似乎还没有 但是确实就是当你在 在不断的走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这个自卑就慢慢的消散了 至于像说 就是拥抱自己女性身份 可能至今我也没有说完全拥抱 比如说你大姨妈来的时候 你很痛的时候 你也去想 为什么我要是个女的 我要不是个女的 我是个男生 我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就想 为什么是女生 才会经历这种痛 为什么不是男的呢 还是会有很多的 然后遇到一些 好像你觉得生活当中 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不自觉地 把男的推在前面 跟你好像挡风遮雨 会有这样的这种时候 所以就是我可以说 我到现在也没有 真的完全在拥抱 就还在学习当中 我觉得渐渐开始有的 就是当我有了小孩 就是当小朋友出现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可以真的做到 就是无畏的 无私地去处理 你孩子的各种事情 然后去做这种时间管理大师 把他们的事情 安排得紧紧有条 同时把自己的时间 也留出来 给自己 给朋友 就是好像你就觉得 你激发出了 你很多自己 意想不到的潜能 我觉得我自己 挺了不起的 可能在那一刻 我拥抱了 我的女性身份 拥抱了自己 是一个伟大的妈妈 我有一个自我测试 就是午夜梦回 自己会不会崩溃 就是比如半夜睡不着 两点钟醒来的时候 我二十多岁时候会 每次这个时候 就会无比的痛苦 觉得自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我这几年 我感觉 尤其是我这两天晚上 又睡不好 被我们家猫生病了 我感觉自己 没有那么苛求自己 或对自己 感觉那么糟糕了 这个是个挺 分享一下 可能是一个测试自己 认同感低不低 或高不高的 一个小工具 那我试图总结了一下 原因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 这几年 我慢慢地做了一些 不论是工作 还是个人的成长上面 我觉得做了一些成绩 这倒不是说 为了什么职业上的晋升 或者为了什么工资 这种东西 最外人看来 可能是为不足道的 但是 它让我有非常大的信心 就是OK 我原来其实 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只要我努力 它还不到来 依靠我的天分 来做这种事情 只要我努力 只要我愿意学习 很多事情 我真的是可以做到的 无非是比别人 可能一开始 用的时间要长一点 这种信心 让我感觉 越来越喜欢自己了 这个我也特别鼓励大家 去做事情 去把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可能 这个就让你 对自己的认同感 会越来越高 它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不太存在说 一个金手指 触碰着你 你就立马变成了第二个人 人生确实 这几年 一直不太顺 所以我前两天 有朋友会看命 看相 还说 还跟我聊 我说 因为我这 从17年到现在 可能每一年 都有一些 可以说挺大的一些 坎儿 对 坎儿 所以导致我觉得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什么 各种无法预知的事情 但我已经不害怕了 就觉得OK 我觉得我都能撑过去 都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事 而第三个就是 关于自我 女性身份 对 我也是 我觉得我并没有 完全拥抱自己的 女性身份 这个题目 我当时还在试图 问了 阿丘兰姐 我说这个是 什么叫拥抱 自己的女性身份 然后下两天 我们公司在直播 然后我就被 推上去了 我们公司说要 培养一批 我们公司的 董宇辉嘛 董宇辉 然后我在 坐在直播间 第一句话就是 你把那个美颜 给我开的最大 因为我有很多 人生很焦虑 很自悲的时刻 比如大家都知道 我特别爱 整斗嘛 导致了我一系列的 就是 我感觉我的胸骨 都有点问题 我去段时间 心脏出现不太好 就是因为 青春期的时候 太驼背了 太自卑了 导致着 所以我一直在 跟这个东西 来做斗争 很有意思就是说 我一旦觉得自己 好像拥抱女性身份 然后就会出现 一个事 让我发觉 我自己其实也没有 拥抱自己的女性身份 一直在做斗争 但是挺好的 就是你时时刻刻 可能一直在去探索 再去追寻 再去问自己 这是个过程 没有解决 这就是个过程 一直在 可能你的人生 就是要不断地去和解 不断地去拥抱吧 所以不用焦虑 正正常 大家都是这样 我先从 第一个就是 身材和拥抱焦虑啊 我觉得你的状态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状态 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好 有时候觉得自己好难看 会很抑郁 情绪起伏很大 然后我觉得 这是可能是 女性的一个正常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女性 好像确实情绪上 什么会比较敏感一些 会容易波动一些 但我觉得这也是优势啊 就说明你体察 别人也会非常的 共情能力很强 所以不要被自己 这个状态所抓狂 接纳自己这个状态 第二步就是 身材的焦虑 其实我也是长期受困 我小时候 他们说我太瘦了 现在他们开始说太胖了 对 我已经习惯了 因为你高三十岁以后 你生生代谢 变化你的这个 就是会长小肚子 你就是得加强运动 去让自己健康下来 我觉得 你只要身体的指数是健康的 你就不要过多地去焦虑 你就要反复地告诉自己 不要被那个外面的模特 不要被那些广告上 美丽的漂亮的模特所吸引 然后以为那是常态 对 其实正常的女性 就是会有小肚子 也会有一些那个 只要你的BMI是正常 你体脂正常 你血压正常 就对了 你要看的就是这些数字 我每次都空中会看这些数字 来安定我自己说 啊我这些是正常的 就OK了 据说我看起来可能 不是什么天鹅比 不是什么 什么人与父什么的 我就是 我后来就不想看这种东西了 就是我觉得 只要我的指数正常 我就可以去安抚我自己 另外一块是 我觉得身材和容貌的焦虑的 一个缓解 不是说就对阵逍遥 而是说 把自信提升在别的方面 比如说精神 比如说事业 比如说工作 比如说你和朋友的关系 父母的关系 就不要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吧 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身材容貌和焦虑 可是人类的衰老是不可逆的 你总有一天还是会更焦虑的 你到35岁以后更焦虑 因为你老得更快了 蛋白质教育 蛋白全没有了 然后你身材会飞速的腐朽 你可能运动能力会完全不如以前 你完全比不上年轻小姑娘 咋办呢 那就靠别的地方嘛 对吧 我有时候看到你也有那种三四岁五五六十岁 特别精神 就是特别瘦 但是也特别好看的女演员 或者女导演 或者是那种女性的这种作家 我也会很敬佩 余佩儿 对吧 不是觉得她脸好看 不是觉得她身材好看 就是觉得她身上那股劲儿 特别好 特别让我感动 当多看到这样的一些偶像之后 你就会慢慢的放松 觉得你要更要提升的 真的不一定完全是自己的容貌 但你提升容貌是没有错的 就是一块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头咱们都会有个错觉 就会觉得 比如说二十多岁 我是不是就很迷茫 三十多岁 我是不是就很坚定 四十多岁 我是不是就特别坚定 就是什么三十而立 四十什么 什么五十而顺 我好像念错了 对 就是五十之天命 就不是这样子的 每个年龄 有每个年龄的焦虑 有每个年龄的自我认同 现在不都说中年人才是最可怜的吗 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你不能失业 不能干嘛 你背着房贷 还有养孩子 但年轻人也觉得自己可怜 自己找不到工作 可是年轻人 至少没有房贷 没有这些生活的压力 他主要是负责自己 所以每个年龄段 都有自己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以前 老在伯格讲的一句话 就是伯父啊 说的 人生中没有一瞬间 可以与所有的事情合计 你永远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那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你觉得 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 我觉得这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就是你当你解决了 某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就会觉得 很坚定了 然后当这个解决的问题 突然在新的环境里 又崩塌掉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 哇不行 我又开始焦虑了 反正我觉得 我是在一个反复的阶段 我也是 对对 它不是线性的 真的 不是一说 我解决这个 就可以在那个 就像我之前 我很为我的工作 骄傲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 我所引以为要的技能 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我就要是重建自己的 我非常的焦虑 我记住过了非常难熬的几年 但是你没有办法呀 你就不可能说 你这个世界上就有什么铁饭碗 让你永远吃香 除了考公文 对 第三个说 女性身份 我觉得我也没有和解 然后我也不想真的和解 是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个男权社会 男权社会是不可能 让你不厌女的 就是你不可能超脱大环境 就马克思说 人是环境的产物 人是时代的产物 你怎么可能在一个 男权的社会里 就完完全的做到拥抱自己呢 因为整个社会都在 引导你业女啊 整个社会都在逼迫你啊 那这种情况下 你能够与整个社会 所附加在你身上的声音 做对抗 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 就不要强迫自己了 对吧 不管是焦虑大姨妈 焦虑生育 还是焦虑结婚 焦虑这个年龄 还是焦虑外貌 这些都是业女 包括你会为自己生儿 是个女性感的 很抱歉哦 我觉得这个是从小到大 对我的一个困境 我小时候老想证明 我比男孩子更好 其实长大了觉得 那也是一种业女 对 但是没关系 业女就是成为 女性主义者第一步 所以即使不接受 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去反思我自己 不断地去思考 我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这是一个 我自己想的东西 所以不要强迫自己 如果不太自信的话 其实我觉得 普通但自信挺好的 对 对 我就不觉得普通人 是坏事 就普通人也应该自信 我们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反而应该 像男性学习 就是那么普通 但是我自信 对 就是当你真的 一直在焦虑的时候 我觉得试着 转移一下注意力 对 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 搞那个年终的 职业的那个数值 大家都旁听嘛 就发觉 男同事的自我素质 永远是觉得 自己做得特别好 给我 是的 就是有这种 什么所谓的人力资源调研 认为你发现 男性普遍比女性 要自信很多 大概男性 投一个岗位的时候 他的自信 匹配度是120 然后女性 可能只有60 为什么呢 凭什么呢 这样一想 这数字一摆出来 人家会觉得凭什么 好 接下来 关于钱的 这位叫HD490307Z的朋友 朋友 你是不是没有改 小宇宙的ID 对 他说三位主播好 近一年来 你们的播客 我几乎每期必听 谢谢 给我带来了很多陪伴和慰解 很想请你们聊聊自己的消费观 以及如果金钱上允许 你们觉得最想投入时间做的事情 催无天地啊 你们不要这么拜金 好不好 开玩笑 开玩笑 哎呀 首先嘛 这种梦我已经不做了 你知道吗 因为呢 我也不太知道 金钱上允许是个傻意思 就是 就是 而且有一个东西就是 所有东西都有代价吧 所以我不知道 我如果我有很多钱 他背后要我付出什么代价 我也不太会再想这个事了 我在这方面不是什么成功的人 你也知道 我之前管账的时候 我们家一年到头 只说十块钱 对 只有十块钱 印象深刻的故事 从此我们家账户 就是我老公在管 我是每个月上交生活费那种 但我是觉得我这几年感觉 比如以前淘宝买衣服就买很多 现在就是觉得会愿意买一些单价更贵 但质量更好 或者能穿很多年 那就更有质量的这种东西 买唇膏也不太会买那种 几十块钱可能就买个好点的 能用那种 会有一些变化 也就是吃了好一点 其实就是我朴素的金钱观 也没有太多的跟大家分享 妈妈你太可爱了 朴素 就不这样朴素 吃了好点 我的消费观就是 也是个变化的过程 就是小时候 你也知道父母那辈人都很克制 他们会让你要节约 爷奶奶也这么教育 我爸妈也这么教育 他们也很克制我 所以导致我 刚开始赚自己的钱之后 我就存不下了钱 因为我在拼命的弥补 小时候那个被克制的自我 我就会开始买好的护肤品 买化妆品 然后也存不下来什么钱 就刚开始工作的头三四年 我都没有什么存款 当然也没有负债了 就是在一个自己能消费的情况下 我会去满足我自己 一直到现在 就是你慢慢赚了多了一点 以后我还在满足我自己 我也会去买些好的名牌的东西给自己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在一个人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 你去谈你已经不在乎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得到 你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豁达 所以我会再尽可能的满足自己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因为你已经不像以前你可以做月光了 你已经到了这个年一段 我会尽量只买单价 不会超过我工资一半的东西 我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线在这 这不得喝几十万 你该说什么 就是说你月薪一万的时候 你就不要买超过五千东西这个月 一个每个月 买的最高你不能超过五千 就除了买房子买车之外 因为你如果买了 一旦超过了你的生活质量 就会大幅下滑 就我不能允许为买某一个东西 比如说为了买一个香奈儿包 我几个月吃土 我不接受 我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是每个月存五千 比如一个月工作 每个月存五千 存一年存下来我能买就买 买不了我就不买 这是我的一个进行的消费观 另外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尝试满足自己的 需要的那个东西 你满足了你才可能释放 还有的最后一个问题 金钱允许最想投入身做的事情 这个可能就听起来非常的奇怪 就是想读个博士 就是如果不需要我赚钱 我真的要去念书 我一直都不想挣钱 我不想工作 我想念书 我如果我不需要养家 也不需要思考我父母重病怎么办 我要存钱 也不需要思考结婚生孩子的话 我就想念个书 好的 南姐来 我呢 就是前面也谈到说 就是爸爸妈妈关系不太好 他们可能两人之间没有什么爱情 所以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情感 都投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从小就是 我们家里不是那种富裕的家庭 就是普通吧 但是呢 只要我想要的东西 我爸妈都是尽他们的所能 而满足我 我印象很深的小学的时候 我几乎每一个学期都是一个新书包 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我爸爸就直接给我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导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对金钱就没有什么概念 这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 就是觉得很幸福 我想要的东西 都会给你 都会给我 就会是这种感觉 好幸福 也不是凡尔赛 就是真的是这样 可能他们并没有这个实力 当然买书包可能也没什么 但就确实就是没有什么 这样金钱的概念 长大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经历过一个阶段 就是你就会拼命想用一些 所谓的名牌来武装自己 让自己看上去很强大 那个阶段过去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现在我就只买游衣裤 就是你会觉得那些大的logo 穿在你身上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它并不代表着什么 它并不代表你就是那样的人 或者怎样 就好像你穿上 你穿上一个大logo 你就变成香奈儿女士了吧 好像也并没有 我也没有并 因此穿上那件衣服变得更好 所以就改变了我的这个消费观 我现在就是尽量不买 logo非常明显的这种衣服 我个人觉得就是 跟阿秋比较像 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消费 是一种更健康的方式吧 我个人觉得 至于说 现在最想投入做的事情 我觉得目前就是播客 就是 蓝姐说我要有一笔大钱 让播客做大做强 对 欢迎金主爸爸们砸来 对 就我觉得这是我们三个 可能特别愿意不计成本 去投入的一件事情吧 因为在这个交流和碰撞的过程当中 你会展开你对于人生的很多的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 在回答朋友们的提问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一个 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在成长 和大家的互动 然后通过一档节目 来形成的奇妙的链接 对我来讲是 非常有吸引力的 对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夸夸环节 好 这个问题我来读 我们可以一读一读 那就是差不多了 因为其实后面 很多很多的朋友提问 都是夸我们的 那对于夸我们是 不令那个 非常感谢大家的赞美 好 我来读第一个问题 这个爱迪叫 爱喝可乐的猫的朋友 他说 第一 好想知道敏捷老公 哪个点打动敏捷 怎么会同意结婚呢 好 这怎么会同意结婚 我这个爱迪 因为这朋友 还经常跟我们互动 他应该是经常跟我们互动 对 我自己都 你应该有小朋友了 对 怎么会同意结婚 我讲的小故事 倒不是我是那个瞬间想结婚 就是我那天问我老公 他要分享一个他的故事 他说我们还是普通朋友的时候 我当时刚搬来上海 然后呢 他可能作为我朋友的朋友 陪我们去逛了一下玩马 然后呢 他那天比较累 推着个车子 就可能趴在推车上 就说哎呀 好累呀 说我当时拍了拍他的头 说我们等一会儿就可以回去了 他说那一瞬间 他感觉好像被击中了 感觉有种想要一个家的感觉 后来把这事给我妈讲了 我妈还说 你作为一个女孩 怎么能如此的轻浮 竟然去拍一个男孩的头 我是记得那个瞬间 但没想到 竟然他心中还泛起这样的涟漪 可能这是我哪个点打动我老公了 但不是他打动我 你到底怎么才打我 你怎么打了相反的 我这块是因为 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 都要化妆嘛 这我当时还也很焦虑 就说这个如果 不能说一辈子跟老公见面 还得化妆吧 这怎么才能获得一段 健康的婚姻关系 一直很困扰我 结果在我跟我老公 追过那段时间 我是在帮一个导演翻一剧本 当时他要把这个翻成英文 要送到嘎纳嘛 那段时间我的家 每天就蓬头垢面在那敲电盘 结果那段时间我老公 就是我现在老公 当时的朋友 就经常来我们家串门 他就很普通 很自然 我也很自然地 让他见到了我 就是蓬头垢面 挺丑的样子 他这样还挺喜欢我 我觉得 这能处 所以我们俩就也没有说哪个点 然后我们后来就在一起很开心 然后就结婚了 其实就是一段 不知道点不点心的 一个相爱的故事 然后他的烦恼 就会要说他没什么烦恼 他只是说年底要换工作 准备跳到大公司去 赞心压架 但是他还是靠作品说话的 但又不太大 那就恭喜你 希望你换工作顺利 然后第三个问题 什么时候看粉丝群 蓝姐 我觉得是可以开的 如果想 但如果想开的话 就扣一 不想扣 但我就有点紧张 不怕 是不是还得有人 要专门的朋友来运营 或者找话题聊 什么之类的 我就好 就是我们俩 随意 其实我们俩自己轮流 然后这个群就成了 就没人说话就成了 不怕 对 我觉得可以开的 就是如果朋友们希望的话 千万不要 现在喊着要开 然后开了以后 大家都不来 让我们很尴尬 对 对 我们第一个群叫做 每个月二群 哈哈 哈哈 变成一个群了 对 然后最后他说 祝一来 二秋 和敏捷 圣诞快乐 元旦快乐 新年快乐 早点发财 那么也祝你 圣诞快乐 元旦快乐 新年快乐 早点发财 祝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这样 哈哈 然后我们就是特意挑选出来 有一个叫牢牢的朋友 他非常长的一篇留言 而且都夸得非常真诚 这个是一段 还有另外一段我也很喜欢 我们非常喜欢 所以说呢 我们专门特意把它打印出来 郑重其事的准备 一人读一段啊 来来来来 牢牢说 嗯 我是去年十月开始听的忽左忽右 然后老陈一念广告就过来了 实打实地从第一期开始听到现在 谢谢谢谢 停坑那几个星期 还小失落了一会儿 中间转给过好多朋友 但好像也没几个能一直停下来 为什么呢 他们怎么了呢 我们哪里做都不好 让他们来给我们提提意见啊 我们也不会改的 哈哈 很同意那条说三位不会嫁给的评论 现在的环境就是嫁给太多 尤其是极端嫁给 但其实三位不是不会嫁给 而是能通过交流碰撞 在嫁给和anti嫁给之间 犹豫而又不迷失 这是我认为这个节目最可贵的地方 特别好 谢谢你 我觉得我们找到了知音啊 好 你先下来 我再读一段吧 而三位大部分时间都能跳脱出这种 见机于对立和拉踩的叙事 就算是没跳出的时候 也很快能对刚才稍微走偏的画风 做出修正 谢谢谢谢 我们三二实在太客观了 可是这样呢 也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经常是三位抛出了一个略带偏颇的观点 很快就有另一个声音来反对或者修正它 甚至是来自提出者本人 哲中的说法缺乏激情 没有戳中爽点的力量 在和读者产生共鸣之前显得不咸不淡 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力量 所以我有时也能理解 为什么我转来转去也没人听 但我还是相信真实 自有万钧之力 对于平日已经受够了自己和自己打架的人来说 大概会是种煎熬 这个问题我上回答一下 就是我觉得确实有些朋友会觉得我们三个人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表现得非常不犀利 就是不够那么吸引眼球 好像不是那么耸动的一些观点 可能跟我们三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吧 我们不是那种特别偏激的人 我们是希望有些锋芒 就像我们那个话里面之前我们每个月说锋芒之下有温柔的外壳 我们是性格是这样的 可能希望是给大家一些尽可能中立的 还有服慰吧 和服慰 我是觉得我说实话 我觉得现实生活很复杂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爽的一个评论 并不能真实的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解答这个问题 或者看清整个问题复杂的层次 这一点我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太久跟学术的人打交道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画风 而且我还经常会拉偏他来 就是让他们也不要说太过于直白的话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什么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讲说男人就是不行 或者渣男他不行快跟他分手 或者说这种人就是不行 你不要跟他相处了 就是什么 或者是搞钱才是要紧上 我觉得这种事说起来太简单 简单到我们不愿意讲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话太简单说起来太容易了 可是每个人的生活是如此的沉重 有那么多问题要解决 生机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父母 伴侣 孩子 还有工作 还有自我实现 面对这么多沉重的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给出如此轻易的答案 是一种非常轻浮 甚至不尊重别人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愿意这样去说话 这是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一个原因 对 因为生活真的不是一篇爽文 对 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一期话题 关于劝分 很多人把自己的烦恼 抛到了互联网上 大家给出了一个答案 就是你干净分吧 但是实际上背后的故事 真实人生的这个真相 可能是很复杂的 不是一个爽文 或者我简单说一个分或不分 就能解决的 我们更希望的还是说 我们多提供一些理性的 或者思考的一个角度 那么你们从中 如果能够打开你们一些 思考的一个方式吧 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陪伴到你们 或者是给到你一个 一些抚慰 对 因为我知道决定一件事情 是时候那种日夜煎熬 那种彻夜难眠 是什么滋味 所以我就更不愿意 给一个看似开胃刀斩乱码 实际上没有什么力量的答案 我们只想告诉你 你不孤单 你的问题大家都有 我们都有 他说比较突出的亮点是 好羞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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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氛组组装水平 敏捷 人入情 财思敏捷 脑洞清洗 阿秋对嘉宾问我所闻的洞察 还有上价值的那个 这是我的评论 还有就是嘉宾们在各自话题上的专业 这些都是引人入胜的地方 希望三位可以再接再厉 好的 好的 我们继续加油 他说说这些的好事 是劝分的那一期 他在留言 他说对我而言 这一年也是被各种劝的一年 有很好但没珍惜的人 有略带不舍 但是还是选择放手的人 我常常是因为A有二三四五 而选择了只有1的B 然后再因为二三或者四五和B分开 事后看来别人的劝大都是对的 他们都知道A有多好 这也带出三位的一个主调 就是透过交往和互动 更加了解自己 是的 了解自己 谢谢你理解了我们的这个初衷 过去我曾经因为失去ABCD 而度过了无数个懊恼的晚上 但是现在慢慢明白了 那些选择的过程和懊恼的结果 都代表了我的本身 是的 好在日子有功 好在还有时间 是的 正如三位所说 我还有犯错的余地 还有心动的权利 你拥有所有的东西 你才是气氛组组织好吗 所以那个弹幕 对对对 最后说说整体 三位讲明星离婚的那一期 印象非常深刻 还有今期短短几句的马金鱼 国内对女性独立的叙事 无论是样本还是理性讨论都太少太少了 我觉得现在女性运动其实是个理型重塑的过程 它不是单纯的破坏然后推倒重来 也不是消灭对手然后偏拘一遇 它一定是循序渐进的 是的 有赖双方合作的 对 三位的存在让我感到它是能实现的 而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所以最后还是共勉 谢谢 特别特别特别的感动 我觉得她的这个也非常厉害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 非常有思考能力 有思辨能力的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而且就是看出积累很深 而且想法也非常的有深刻的一个朋友 这是我们的知音 她可以做一档播客 而且这是我们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朋友 在播客当中相遇 是我们的福气 真的是我们的幸运 我觉得是一个知音 而且你确实是有独立思考的 也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打开了我们的思考的维度 非常感谢 欢迎来上海找我们吃饭 谢谢 我很想鼓励你 就是说 我觉得你所有的思考也非常可贵 就是我们都互相加油 特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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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这个陌生的好朋友 就是这样的 你来读读你爱的评论 最后 后老长 我节选比较长 就是来自安徽的这位慕斯查的朋友 我小时候在安徽也住过很多年 算是半个老乡了 应该是聊到我们是关于结婚生孩子那一期 他说这期他觉得很嗨 没听够 然后感觉纠正了之前的一些误区 那一期其实给我感触也很深 就关于都市女性要不要生孩子这个问题 他一直觉得自己只要不生孩子不结婚 我一定可以像一个男人一样在职场上驰骋 但是问题就像你们说的 个人的选择在面对结构性问题是无解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恐弱 学习女性主义之后 知道了婚姻是最后的奴隶制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给自己打上了标签 结婚等于奴役等于背叛 忽略了波克里说的亲密关系 付出和被需要的感受 更加忽略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难道在父权制下就无法使用 作为生物和情感的本能了吗 我恐生 但是波克里有一段关于怀孕的态度描写 还有分娩后孩子和母亲的链接感 真的很奇妙 甚至有点向往 我是一个从很讨厌小孩的人 因为子女的出生变得很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相处 思索和成长的人 但是目前状况仍然没有想要 以自己拥有一个孩子的想法 所以我在想喜欢小孩 也并不等于自己要生孩子 是吗 以前总认为自己不婚不育 那么在事业学业上 一定比职场妈妈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可是我忽略了慢慢的时间管理 或许比我这个单身狗厉害多了 而且很多东西机遇比选择重要 选择比努力重要 最后我想说基层女性在婚恋和生育上 都是没有选择的 不说牺牲事业 因为对于有些人工作上还没称得上是事业 只是维持生成的手段 但生意会让她们背后放弃工作 首先前面部分 对那一期也给我很大的感受 就是作为城市中的职业女性 确实是可能你面临的不是一个 我个人选择 而是一个结果上的一些困难 这个确实那一期也给我很大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感受 而且那一期其实我们关于生育那期 阿秋也策划了三个嘛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从专业的 生育专家 对第二个其实是都市女性 然后我们也有那个基层的女性 对所以一个话题 也就是都市女性那期 可能就正于都市女性所遇到的问题 那基层女性刚才你讲的 它的困境 我们在那一期其实也提到了 但它可能在某些程度来讲 它们不是交叉的 每一个女性都面临着自己 在那个环境之下 所遇到的自己的困惑和困境 这些我们并不是希望通过一期 能够把所有问题的解决 但是它每一个人群 有每个人群的问题 这一期其实 我就挺代表我自己的感受的 所以在这里读出来 感谢我们这位朋友 这一期真的 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小时 就结束了 我们回答问题 回答了两个多小时 但这个过程非常的愉快 虽然我们刚刚杨康 真的就是 也谢谢有朋友 给我们提问 都非常真诚的留言 让我们都特别的 珍惜你们 对 非常珍惜 能够有在这个互联网当中 遇到这样的一些 陌生的朋友 大家的善意 大家的批评 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我接下来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要知道 我们平时提供 就两三页 今天这一期 我们打了八页 就是每个人 都做了自己的回答 一个简要的brief 然后也 把问题全部答下来 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今天 还在跟米洁感叹